大家好,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经济学家,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的一个评论 这个经济学家呢叫哈耶克,他是一位英国人 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不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思想家 他在1944年写了一本书叫The Road to South Dom 翻译成中文的话叫通往奴役之路 在这个书里面呢,对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的这种政策做了一些评论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说这个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最终都只可能以中央集权的机构加以维持 这个集体主义呢,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了 社会主义一定会有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 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集权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 也就是执行这个中央计划的这个机构 他必然也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利 那么随着个人生活权利的被压缩 某种集权形式的社会就会到来 然后他接着说 计划经济下呢,必然会出现某个特定个人或团体 作为计划者来决定资源的分配 但是,这个计划者呢 无论是个人也好,还是团体也好 他实际上是永远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正确的分配资源的 因为你获得的那些信息都是一种某种抽象 某些方面的抽象 他并不能完备的完全的反映市场的信息 所以海克说只有在自由价格机制下 也就是利用这个价格机制 而且它是一个自由价格机制 经济体才能有效的 这个里面的经济体就指的是买家或者是卖家 包括买家和卖家 对时间和地点等因素的改变做出迅速的回应 在自由的市场下 价格决定了生产的方向 也决定了消费的方向 消费者有能力决定 他们是否花钱在某个商品服务上 就是说消费者根据价格来决定他要买哪些东西 生产者呢 同样的根据价格来决定他生产什么东西 最终达到效果就可以消除市场里面的短缺或剩余 然后呢 从互获利 海克接着说 自由价格机制 它不是一个人为设计的一个机制 而是一种自发秩序 他用了一个词 spontaneous order 自发秩序 这种自发秩序呢 是人类行为自然互动产生的 而不是任何人或者是任何团体设计出来的 这个海克呢 他把这个价格机制的重要性能提升到 和人类的语言同等重要 这个自发秩序呢 它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现成的例子 比如说互联网的发展 它就是一个自发秩序的一个结果 它是全世界的这个网民互动 以及公司互动的一个结果 并没有任何的单独的一个国家 或单独的一个机构 或单独的某个人去控制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的方向 还有人类的这个生物的进化 它也是一种自发的秩序 它不是任何人控制的一个结果 而是全体生物 它在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 而自发产生的一个结果 这是海克呢 对社会主义的评价 它的预言呢 最后也被历史验证了 因为后来的苏联解体 以及东欧的很多国家的 社会主义的转型 也验证了它的这个结论 就是说社会主义 它是一个低效率的一种形式 这种中央计划的形式 而且它很有可能会带来最终的激情社会 好 谢谢 大家如果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